之后河道中出现众多宝石 深山密林 为何成为人们不敢涉足的境地 河里的宝贝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四川省河江县的大曹河 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流 在中国数不胜数的众多江河之中 原本默默无闻 无人知晓 这条河流不是很长 水量也不是很大 雨季的时候河道当中水流还算丰沛 旱季的时候大面积的河灯都会露出水面 很难看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可是就在有一年夏季的一场暴雨之后 大曹河一下子出了名 因为在河道里发现了宝贝 四川省河江县 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边缘 距离省惠城都市310千米 因为长江赤水河 汽水河在这里交汇 所以被称作河江 河江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降水量比较丰沛 县域内河流众多 大曹河河只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条小河 但是这条河流在河江县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大曹河两岸一边是茂密的深山老林 一边是密集的村庄 在大曹河流域流传着很多传说 都是和石头有关 大曹河靠近密林的一侧 并不是以建村立寨 那里红色的崖壁上 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 据说这些山洞之中 隐藏着一些珍贵的宝贝 这些宝贝类似玉石 晶莹剔透 圆润光泽 现在生活在附近村庄的老人都曾经见过 也正是这些传说中的宝贝 不止一次地打破了周围村庄的宁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居住在山下的村民朱世福 和其他几位老乡 一起去山里寻找宝贝 在大山深处 这些探险者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方形山洞 在洞中看到了桃片 铜器 还有一些像玉石一样的漂亮石头 但是令人恐惧的是 在有些方形的山洞中 居然散落着残居的咕噜白骨 吓得朱世福他们赶紧逃离了山里 可就在下山途中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看到 在山道旁 有一个人影出现在树林中 还没等看清那人的长相 这个身影就迅速消失在密林之中 返回到村里之后不久 一位曾经进入山洞的村民 得了不知缘由的怪病 离开了人世 这下 关于恐怖山洞的传言 散播开来 再也没有人敢冒险 去寻找山里的宝贝了 几十年过去 关于山洞里宝贝的各种传言 早已归于平静 可是几年前 夏季的一场暴雨 又让宝贝的传闻 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那次暴雨 导致大曹河的河水暴涨 雨过之后 河道里出现了许多色彩艳丽的奇石 这些石头的样子 又让人想起了山洞里 像玉石一样的宝贝 消息传开 七里八乡的村民 都来到大曹河里挖宝 场面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后来 当地政府制止了 河道里的寻宝行为 把大曹河河道 重新进行了休憩 小河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是 究竟河里出现的奇石 是什么样的宝贝 和几十年前 探险者在山洞里 发现的石头 有什么关联 他们在山顶发现的方形洞穴 又是何人开凿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 无人能说得清楚 最近 当地政府 为了整合河江地区的旅游资源 准备组织考察队 进行科考 寻找真相 地理中国设置组 一起走进河江的密林之中 考察队从成都驱车三百一十千米 来到了河江县 这里是长江出川的最后一个县城 河里发现宝贝 还有探险队当年发现山中洞穴的地方 是在河江县的福宝镇 大曹河环抱着整个福宝古镇 静静地流淌着 古镇建在山脊之上 从远处望去 民居顺着山势起伏 高低错落 灰瓦 白墙 吊脚楼 可以看出是典型的川南民居风格 考察队来到了大曹河边 这里早已没有了当初发现 其实时候的热闹景象 队员们询问村民有关宝贝的情况 据知情人介绍 当时河道里发现的其实 色彩斑斓 形状圆润 在高被手电的照射下 光线穿透其中 绚丽夺目 说起宝贝的来源 村民们都坚信 就是从山顶的洞穴中 被暴雨冲刷下来 流入了大曹河的河道 他们还告诉考察队 在山顶那片神秘的深山密林之中 千百年来 一直生活着一只神秘的学居部落 他们居住在山里的洞穴之中 就是这些宝贝的守护者 这些消息引起了科考队的好奇 神秘的学居部落是否存在 他们和几十年前 探险者发现的方形洞穴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联 考察队决定 进入福宝镇的密林深处 去展开考察 从福宝镇出发 考察队一路向南行进 大概走了十多千米之后 经过了一片茂密的梭罗林 这些在地球上生活了上亿年 和恐龙同时代的植物 给周围的树林增加了一份原始的色彩 穿过了一条小溪 考察队面前出现了一面高大的红色崖壁 远远望去 在崖壁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洞穴 那里会是我们要寻找的目的地吗 考察队加快了行进的脚步 上山的道路比队员们预料的要好走得多 似乎是专门有人平整过 这是否也意味着山中确实存在着学居部落呢 一个多小时之后 一行人到达从山下看到的那个岩洞 走近观察 这其实是山崖上的一个凹陷处 里面有几间破旧的房子 这些房子巧妙利用了山体结构 背靠崖壁 以凸出来的岩石作为屋顶 周围是用土壁建起的围墙 实际上这个崖壁更多的就起到了遮风挡雨的作用 就等于是省了一半 是那种感觉 朱师傅告诉考察队员 就在几十年前 这些山上的岩洞里都还有人居住 近些年 这些房屋大都已经废弃 令人意外的是 考察队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 偶遇了一位在这里歇脚的村民张兆慧 据张兆慧介绍 他听自己的祖辈讲起 就在这片大山之中 曾经生活着几百户人家 他向我们证实 附近还有不少岩洞 规模有大有小 遍布山里的各个角落 那么在其他那些洞穴里 还有没有人再居住呢 考察队沿着崖壁继续向山顶行进 寻找新的学居遗迹 攀爬不久 考察队员发现了一个实质的门柱 向里看去是个更大的岩洞 大家正准备进去仔细探查 却猛然发现 左边的门柱上 有一个奇怪的孔洞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钥匙孔 这个孔洞会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随行的专家仔细观察后 告诉考察队员 这原来是一个射击孔 走进这处延居洞穴 目测面积超过200多平方米 估计可以同时居住十几人 整个洞穴被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域 客厅 卧室 厨房 一应俱全 据史料记载 早在汉武帝时期 河江福堡这片原始森林的崖壁上 就有岩居部落的存在 特别是明清之后 400多年来 这个岩居部落的规模不断地壮大 考察队查阅河江县制 鼎盛时期 说这里的岩居部落有300多户人家 人口数量达到了2000人 几百年来 这些岩居部落的人 为什么选择在山上的岩洞里居住呢 他们到底在守护着什么呢 考察队继续在福堡的这片原始森林当中 探求其中的缘由 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岩洞 高度超过3米 宽度接近30米 虽然处在密林之中 采光条件却非常好 非常适合人类居住 那这个岩洞 到底是自然形成 还是人工开凿的呢 随行的地质专家给出了答案 焦洁松 重庆市地刊局 南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经对四川盆地的地质状况 做过细致的研究 人工开招子开招不出来这么大的 这肯定是自然的力量 自然的力量 看到这个新鲜面以后 你看不到颗粒的东西 基本就属于拈类的了 这属于拈类的了 就这个硬度是比较软的 这层 这层比较软 完了我们像这层呢 你现在手中能摸到这种 沙沙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巨厚层的一层撒岩 它的硬度相来说 比我们这个拈类的就要硬度多 抗分化能力也强 分化的时候呢 对拈类的先往里面分化 完了撒岩的分化它慢一点 我们就叫差异分化 原来这个岩洞 就是差异分化作用 而形成的天然洞穴 差异分化这种自然现象 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丹霞地貌区 由于沉寂过程中 夹杂着一些质地偏软的泥岩 很容易被分化侵蚀出 天然的岩洞 可是岩居部落的人 为什么要放弃 山下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 选择在岩洞中生活呢 他们又是如何解决吃饭 饮水等等 这些基本生活问题的呢 考察队发现的这个岩居洞穴 内部区域划分非常合理 靠近洞穴边缘的地方 还专门修筑了土墙 厨房也被设置在靠近 岩洞边缘的地方 有利于做饭的时候 空气流通 在厨房的旁边 队员们发现了一个 连接水池的竹筒 专家说 这就是当时人们 解决饮水问题的一个装置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丹霞地貌区的沙岩山体 具有非常好的含水性能 特别是一些岩石裂系 往往会成为天然的水流通道 山体中含氧的水分 就通过这些裂系汇聚起来 流到山下的小溪之中 而岩居人家 选择用来居住的岩洞 大部分都是在山体裂系的 基础之上发育起来 所以岩洞里都会有水源的存在 这就解决了日常生活中 最基本的饮水问题 考察队员站在山顶的岩洞边缘 眺望远处 可以看到山下的村庄 福宝镇有大曹河流过 河流两岸也有很多 适宜人类生存的沃土良田 这些岩居人群 为什么偏偏会选择山上的岩洞生活呢 山上没有耕地 无法种植庄稼 它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 考察队遍寻四周 在岩洞的周边 并没有发现可以耕种的田地 这时 一些生长在石头上和树木缝隙中的植物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从古至今 金钗石虎都是十分珍贵的中药材 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 就有关于金钗石虎的记载 说它具有滋阴清热 生津止渴的功效 金钗石虎适合在温暖潮湿 半阴半阳的环境中生长 五宝镇的山区森林 恰恰就符合这样的条件 据我们在山里偶遇的村民介绍 他们家也是一直靠 在山里采集石虎等中药材 来维持生计 看来 虽说在深山之中 研究部落的基本生活条件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考察队发现的这个岩洞 规模很大 内部合理分区 有稳定的水源 一看就不是一个临时居所 据向导介绍 河江县曾经是匪患多发之地 一些人为了躲避灾祸 进入了深山老林之中 逐渐适应了大山里特有的生活方式 成为一个独特的不足群落 至此 考察队已经有了不少的收获 可是几十年前 探险者发现的方形洞穴 到底在哪里 河里出现的宝贝 会是真的来源于此吗 考察队继续在大山里耐心寻找 考察队沿着山间的道路向山顶进发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艰难强劲 队员们看到了一面高大光滑的崖壁 这时候 一排排方形的洞口 出现在考察队眼前 专家仔细观察 发现这些方形洞穴的洞口 都有雕枣装饰的痕迹 一看就是人工开枣 而非自然形成 经过专家的测量 每个洞口的长和宽 都是一米左右 洞穴的深度约为两米 这会不会和前面发现的 岩居洞穴一样 都是用来居住的呢 专家说 根据洞穴的排列状态 可以判定 这并不是用来居住的 因为每个洞穴的空间都很小 高度很低 人在洞中根本无法站立 那么这些洞穴 究竟是何人开枣 其用途又是什么呢 为了弄清这些方形洞穴的真实性质 考察队来到了河江县文物局 星寻专家的意见 这个呢也就是那个崖墓 也现在崖墓 这个地方我们去派了 果然 这些方形洞穴 并不是用来居住的 而是一种墓穴 是当地的一种丧葬方式 崖墓 考古专家告诉记者 古代河江人死后 并不是采用土葬 而是在山中开凿洞穴 将故去的人 在这些洞穴中安葬 称之为崖墓 所以当年的探险者 在里面发现桃片 铜器 甚至玉石就不足为奇了 估计都是一些随葬的物品 专家告诉考察队员 考古人员在对崖墓 陆续的发掘中 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和随葬品 河江县博物馆 陈列着从河江崖墓中 发现的石棺有50多具 而截至目前 全国总共发现 古代石棺数量 也只有200具左右 河江县出土了 这么多造型精美的石棺 这些石棺和河里的宝贝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河江因为处于三江交汇 交通条件便利 很早就成为物资流通的重镇 财富的聚集 加上中原文化的传入 使得当时的河江 盛行厚葬的一风 所以才会保存下 这么多宝贵的历史文物 专家告诉我们 在国内出土的 很多同时期的墓葬中 都有金银 玉石等贵重的随葬品 以显示墓主人的身份 那么 会不会真的有墓穴中的玉石 被冲入河道之中呢 此外 那些牙墓为什么要开凿在山顶的牙壁之上呢 科考队决定 从那片牙壁的岩杏入手 展开考察 离开河江县文物局 考察队员再次来到 位于福宝山顶的牙墓群 专家仔细观察 发现这一片开凿牙墓的牙壁 岩石质地比较松散 这应该是古人 选择在这里开凿牧穴的原因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白厄纪时期的沉积环境 造成那个时期形成的沙盐 颗粒比较大 排列松散 形成的岩石 相对来说 硬度较低 利于开凿 所以古人会选择 这样的地点建造墓穴 此外 之所以把墓穴建在 距离山顶很近 海拔较高的地方 也是为了防止洪水 对墓穴造成损毁 从这一点来分析 虽然有传言说 大曹河里发现的 岩石宝贝 是从山上的洞穴里 冲刷而来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那么 河里的宝贝 到底是什么物质 是从哪里而来呢 有地质专家 专门来到大曹河流域 对村民们 检石道的其实 做了鉴定 因为它本身具有 一定的透光性 和在长期的搬运过程中 碰撞摩擦 以后形成比较相对 比较光洁的表面 这些特性 就跟鱼 相对来说比较混响 实验室检测发现 大曹河里出现的 这些奇石宝贝 主要的矿物成分 是二氧化硅 又被称作硅石 它们由于 二氧化硅含量较高 又经过磨圆作用 形状圆润透明 色彩艳丽的特点 完全达到 观赏石的效果 而其中有一小部分石头 专家鉴定 属于玛脑石 虽然它的成分 也是二氧化硅 但因为上亿年前 经过了地下高温 高压作用 变成了玉石类的矿物 玛脑石 也正是这些玛脑石 引起了周边老百姓的关注 那么 这些玛脑石来自哪里 怎么会出现在 大曹河里的呢 专家查阅资料发现 大曹河的源头 在天堂坝 属于云贵高原的 东北边缘 天堂坝地区 曾经有开采 玛脑原石的历史 一般来说 散落的玛脑石 不会进入 大曹河的河道 但是几年前的 那次特大暴雨 引发了山区的洪水下泻 把天堂坝地区的 玛脑石 冲入了大曹河之中 随着洪水携带到了下游的福宝镇 被人们当作了 河里的宝贝 揭开了河里宝贝的真实面目之后 考察队在山顶 方形墓穴的周围 又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探查 陆续发现了十几个岩洞 其中有几个岩洞中 还保留了古代人生活的遗迹 经过考古部门的认定 分布在河江县的这些岩洞 确实和古代人类的活动 密切相关 相关专家通过对 众多岩居洞穴的考察分析 逐步还原了古代人类 在河江地区生活的原貌 为研究岩居环境 和他们的生活状况 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 考察队员了解到 福宝古镇不仅保存了 众多古人类遗迹 还是穿岩入前的必经之路 正是这种物资流通的需求 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适宜的气候条件 使得这片原始森林覆盖下的 山地之中出现了聚居的村落 岩居 衙木 以及梭罗 南竹等等 这些珍贵的自然和人文遗产 和这里的丹霞地貌一起 共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见 再见